以色列近来陆续和阿联酋以及巴林达成和平协议 外界就纷纷猜测 下一个和这个犹太民族国家握手言和的 就会是苏丹 这一项好消息让从祖辈起就移居苏丹的犹太人 曼苏一家松了一口气 因为上个世纪以来 对立的族群和宗教 一家人在伊斯兰教氛围浓厚的苏丹 多年饱受歧视和排挤的情况 现在终于迎来了改善的曙光 历史回溯到19世纪初 贝塔犹太人千里迢迢来到非洲爱塞尔比亚 以及苏丹等非洲国家谋生 从此落地扎根再也没有离开过 经历数代人的入乡随俗 他们虽然在文化与信仰上逐渐被同化 可惜随着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 并且和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开战 他们的命运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生活在苏丹城市 恩图曼信誓中还保有以色列身份的非洲 犹太人曼苏就是在当地人百般唾弃下 长大并老去 垂暮之年的曼苏谈起身世背景 依然无限唏嘘 唯一庆幸的是自己的子孙来到这一代 终于不用再遭人白眼 在苏丹独裁者奥马巴西尔长达30年的高压统治下 身为少数民族的非洲犹太人成了对立下的出气筒 被剥夺公民权 被驱逐流放 只因为他们背负着血统的原罪 苟延残喘的苏丹犹太人靠着低调形势 还有积极融入苏丹社会得以度过煎熬 近期随着苏丹友谊和以色列重修旧好 非洲犹太人总算盼来曙光 我们能够支持苏丹兰的苏丹兰人 在当时的世纪 我们能够支持苏丹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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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兢兢业业的曼苏一家人 如今早已将苏丹兰当作自己唯一的家 他们的姓氏与身份不再是耻辱 而是彰显着民族多元